这两天美元蹊跷暴跌 这很不寻常 因为美联储一加息就升值 这几乎是铁的定律 可这一回不知为何失灵了 而特朗普又闹心了 因为国内居然开始发出弹劾的声音 而他心中想必也是万分委屈 的确回望特朗普的实际 执政我们可以看到 他还是在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利益操心的 首先他要解决美债的问题 要解决美国就业率不断增高的问题 因此他选择了中国作为交易 互惠谈判的对象 为了增加筹码 他一开始故意摆出要在半岛和南海 以及台湾地区惹是生非的态度 然后再把这些作为筹码一张张 摆上谈判桌 不过台湾问题 他很快就明白了 那是中国的底线 是主权问题 不容交易 因此很快他就学会了 主打半岛和南海两张牌 一方面他放风说美国 应该依照联合国决议 从半岛撤军 一方面他废除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断绝了日本围堵中国的妄想 另外一方面 他还驳回了美国海军 想要驶入黄岩岛的请求 而作为美国势力 退出亚洲的回报 他希望能和中国展开更多的经贸往来 并让中国到美国展开基础设施建设 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实体经济增长 中国对这种平等谈判的态度 当然是十分欢迎 毕竟美国拿枪拿炮来吓唬一阵 中国就得白白掏钱买美债的年代 一去不复返了 中美之间能走向合作 管控分歧将是世界福音 而中美之间若是走向战争 则是世界的灾难 因此中国也很有诚意的邀请美国进行百日计划谈判 同时邀请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这样看来特朗普总统还是蛮称职的 他这样做有什么错吗 他似乎很是食物 为俊杰 且也很苟利家国生死已 按理说美国人民应该很满意才对 可是为什么他还是每天被媒体王死里骂呢 其实这也很简单 因为纵观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我们可以看到 其主要受贿者是美国的普通百姓 蓝领工人 制造业者 这些人虽然每人都有一张选票 可他们都只是吃瓜群众 手中毫无舆论话语权 而美国的舆论话语权都掌握在救世力的手中 他们控制着美国几乎所有的网站 媒体金融寡头以及精英阶层 因此对他们而言 特朗普的再次伟大计划简直毫无意义 这些人是实力阶级 他们对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诉求 没有感同身受 在他们看来折腾这么多事 结果只是为了那些穷光蛋 每个月多赚几百一千美金而已 有什么用呢 多一千付不了 少五百也死不了啊 可惜特朗普不读资质通鉴 否则他一定会回敬这帮人一句 水能在周亦能复周 诚然无论是加大中美贸易往来 还是修墨西哥围墙 还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都和救世力 集团的利益沾边不大 你总不能让华尔街的办公室一族 去工地上干活赚钱吧 好莱坞的名人们 也不可能去工地里搞承包吧 金融巨头们更懒得去修什么围墙 因为这来钱多慢啊 一个过惯了躺着 就可以吃到山珍海味 钞票永远花不完的人 是不可能去挣这些辛苦钱的 因此在他们看来 特朗普已放弃东北亚发权为代价 换来的这些基础建设 贸易往来修为强杀的 简直是毫无意义 这些牌如果拿在救世力 手中明明可以直接换到大笔的钞票 满足自己穷奢吉遇的生活 可特朗普却要把这块蛋糕分给穷鬼 坚决不能忍 所以全网怒骂特朗普 纵观美国互联网媒体好莱坞以及精英阶层 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这就是根本原因 但这些精英阶层却不知道 水能在舟亦能复舟的道理 在被革命者的刀架上脖子之前 他们都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只高强 所以美国的舆论喉舌全面抨击特朗普 但特朗普还是当选了总统 这就是一件大事件 这是美国的底层民众 首次脱离了精英阶层的掌控 投票选出了一只黑天鹅 这就意味着美国选民对救势力已经彻底失望了 他们宁愿投给被抹黑成疯子神经病的特朗普 也不愿意再把票投给被媒体包装的道貌黯然的希拉里 因为特朗普的演讲里所揭露的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 可怕的失业率 飞速拉大的贫富差距 这些都已经让美国站在了灭亡的火山口边上 民众已经忍无可忍 然而在大选结束之后 美国的救势力依然不肯服输 他们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舆论继续炮轰和丑化特朗普 另一方面利用救势力派系的政府和军方人员进行各种逆向操作 他们要阻止中美友好 他们要破坏中美贸易 他们要让特朗普的这些事全部泡汤 而他们这样做的动力 就是他们认为一旦特朗普滚蛋了 他们就可以重新拿起底牌 然后来继续剪中国的羊毛 因为剪羊毛真的比干活赚钱要爽得多 我认为一旦一个人可以靠诈骗获得巨额资产的话 那么他就再也不会去劳动了 这个道理套用在美国救势力身上十分合适 想当年美国缺钱了 就美联储加息 造成整个东南亚地区资金飞速抽离 当地货币疯狂贬值 而等到美联储把钱都吸回美国之后 又开始降息 以极低的汇率抄抵对方国家货币 然后冲入市场 把那些奄奄一息的公司廉价收购吃掉 广场协议枪口下威逼日本签署后 日本经济一夜之间被打断几辆 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底被彻底掏空 从此日本陷入了30年的经济停滞 东南亚金融风暴短短几个月 很多国家的和地区几十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经济成果 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当年有亚洲四小龙支撑的韩国台湾地区 新加坡香港被打回原形 而有亚洲四小虎支撑的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则更是被洗劫的家图四壁 欧盟推出欧元准备挑战美元霸权 准备和伊拉克签署协议 让欧元也可以用于石油结算 结果怎么样呢 美国悍然出手用一袋洗衣粉围油发动攻击 把萨达姆斩落马下 同时又在中东地区四处放火 制造出数以千万计的难民潮涌向欧洲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今天的欧元还能买什么 除了买包包化妆品 估计也只有德国的汽车和英国的罗罗飞机发动机可以支撑了 但是在这两块领域中国正在快速成长 迟早会变成人民币背书 估计到那时欧元也就彻底崩塌了 欧元被打趴下后 美国又开始实力作死 穷收集欲的挥霍财富 开着窗户吹空调 教室里学生开冷风 因为太冷教授则带个店考炉上课 同时放任大量用户进行刺激贷款 当时一个美国人正在写一本小说 小说还没出版 就可以凭借这个版权去抵押贷款100万美元 买到大房子住 为什么呢 因为贷款公司可以评估 假设这个小说拍成了电影 那么预计票房就将有多少多少 作为作者他应该获得至少多少多少的票房分成 所以可以抵押 结果这种不良贷款能还上吗 书都卖不掉 还拍啥电影啊 拿什么还债啊 大家都换不上钱 于是就造成了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一爆发 可以说就会要了美国的命 但美国没死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们还有全球霸权可以用 首先应对危机 他们的办法就是印钱 可是印钱多了 不是会造成通货膨胀吗 美国人大棒一挥 你你你你你 都买我的国债吧 然后就这样 把通货膨胀转移出去了 当时的中国也买了不少 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傻 而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实力真的还不行 对美元依赖比现在重 所以不得不买 美国咬了中国一大口 又续命了几年 撑到现在 但是美债的危机并没有真正解除 因为美国人依然没人干活还债啊 而美国人也不可能宣布这个美债作废 甚至不敢认其贬值 因为美元是一个信用体系 如果美国宣布美元作废或任由美元大幅度贬值的话 那么全世界都会抛弃美元 然后一夜之间选择最佳代替品人民币 也就是说美国赖账的话损失的是整个世界 中国损失的不过是那点外汇罢了 因此美国又不敢不认 所以这一次又将如何维持美元霸权解决美债危机呢 这个时候就是立出招了 他们在奥巴马任期推动了重返亚洲 推出了亚太战略再平衡 在中国周边排兵布阵 大兵压境 四处煽风点火 他们的逻辑就是 当年美元搞垮欧元 就是把欧元区周边打乱 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让难民朝涌入欧洲 拖垮欧洲社会 同时还能够利用地缘紧张局势 加快资本回流美国 所以今天也可以一样画瓢 把中国周边打乱 然后制造大量难民涌入中国 一方面拖垮中国社会 一方面还能利用地缘紧张局势 加快资本回流美国 不要跟他们讲中国有核武器 欧盟难道就没有核武器吗 人类不可能一言不合就东风洗地 必然会先经过理性的博弈 所以就是立认为剪中国羊毛 志在必得 可是有两件事的出现 打乱了剪羊毛的计划 一个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国家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诉求就是平等互贵 也就是说 中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大量吃进美债了 而是会根据自身需求来决定持有量 另外一个就是特朗普的当选 特朗普不是救世力的人 他认为美国的综合实力在衰落 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降低 工业制造能力也在空心化 因此美国已经剪不动中国的羊毛了 鉴于美国又不可能和中国与死网破 毕竟中国人从未主动找过美国的麻烦 所以不如接受现实 选择退出南海和半岛 学会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在我看来 特朗普的这种看法其实是客观的 他的施政方针也是正确的 如果真的能全案特朗普的施政方针执行 估计中美很快就会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复兴 两国老百姓都能从中受益 但从目前看来 特朗普交出的这张答卷 显然不能令救世力满意 这一次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发出弹劾的声音 实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 美联储在如此加息的情况下 美元仍在暴跌 就说明资本已经嗅到了血腥的味道 正在加速逃离避险 在半岛特朗普刚刚说完应该撤军 救世力就连夜部署了萨德 特朗普刚刚说完不再收买反华人士 救世力公开招募带陆党 特朗普刚刚说军舰不能驶入黄岩岛 救世力就安排美国侦察机 再次侵犯中国领轰 并引发中国战斗机 紧急升空进行拦截 谁都看得出来 美国救世力是在何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新势力对着干 那么在资本疯狂逃离美元的漩涡下 特朗普风雨飘摇的路还能走多久 这事是个问题 而当救世力的讹诈大棒再次挥舞来时 我们又应当如何应对 也是个问题 但中国人民始终相信 狭路相逢勇者胜 风银记会智者赢 不管怎样吗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枪炮都没有 把我们击倒 难道嘴炮还能做到吗 野 安 露 杨 最后 梦